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姜片入锅爆香 随后加入洋葱快速翻炒 炒出香味后加入白酒 酱油 和适量的清水 陈皮 冰片糖 煮开 压整汁入锅 加盖 大火烧开后 转小火焖煮40分钟左右 期间需要开盖翻转压子 两面都可以均匀地吸收酱汁 出锅前 将鸭加起 用酱汁均匀地淋一遍 将鸭子捞出 锅中的酱汁去掉配菜 滤出备用 将切好的香芋 装碟上锅蒸15分钟左右 筷子可以轻易地插过 芋头变熟了 蒸过的芋头 铺入碟中 将鸭子稍微放凉后砍成小块 铺在香芋上 最后滤好的酱汁淋在鸭上 吃的时候 先吃鸭 香浓入味 香芋吸收了酱汁之后 粉糯咸鲜 您对我们有好的建议 有喜欢的菜肴 都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们留言 西南三味每天更新不同的家常菜 让家人忘不了家的味道